美國媒體放重磅消息 失蹤中共外長秦剛或已離世 印太部署非尋常 台灣在加拿大設辦事處 美軍首次部署瑞典 哈佛等三校長就校園反猶太事件接受國會質詢 川普說約回白宮要當一日獨裁者 拜登下星期或遭彈劾調查 央時批台灣貧富差距農巧反絕 大陸人嘆台灣窮人好富有 大家好 首先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2月7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 我是林欣 三高代謝寶採用中國道家理論 認為人體就是一個小宇宙 人體的內部結構和運行原理 和宇宙是一樣的 人體本身具有療癒功能 除了感染侵入人體和人體產生的一些不好的東西 自己的免疫功能就會消滅掉和自然排除那些多餘的物質之外 我們身體強大的療癒力 也會將不平衡的健康狀態 透過促進新陳代謝 及調節生理機能來改善 三高代謝寶的保健原理 是藉由植物的植化素 維生素 礦物質和微量元素 等等特殊的保健成分 結合獨家的配方及配方架構 提供身體作為療癒士所需的原料 以全方位的方式來調節和平衡人體各項機能 促使各個器官和生理系統 恢復正常的代謝 自然而言地修復人自身的療癒能力 從而達到健康的身體 因此三高代謝寶的保健效果是全面性而持久的 所以在臨床上都可以看到一些慢性病患 例如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高尿酸痛風、慢性發炎 他們服用三高代謝寶之後都有明顯的改善 促進新陳代謝、調節生理機能、活化自我療癒力 是三高代謝寶的精神所在 三高代謝寶對於慢性病的處理 不像西醫或其他保健品一樣 只是單方面的補救處理 而是將人體視為一個整體 來進行調養及保健 請你留意 健康520是三高代謝寶的唯一官網 我們不在任何網站上出售 請認準健康520 12月6日Politico報導放出重磅消息 隨著中共黨魁習近平越來越對身邊的人不放心 正在跟隨他身邊的親信 而失蹤數月的中共外長秦剛因涉嫌洩露核機密 請聽報導 報導說 當世界因中東和烏克蘭戰爭而分心的時候 類似史太林的清洗 正在極其秘密地席捲秘密中共高層 其中包括幾個月前習近平提拔的親信 中共的外交部長和中共的國防部長不明原因的失蹤和被免職 除此之外 包括負責中國核武器計劃的將軍和一些監督中國金融部門的最高級官員 這些習近平的親信之中 有幾個人已經在拘留期間死亡 報導說 另一個不祥的跡象就是10月份 前中共總理李克強在游泳的時候突然心臟病離世 儘管他享有世界上最好的醫療服務 在他去世之後 黨魁習近平下令不許公開哀悼 報導暗示李克強的死不同尋常 至2012年習近平統治以來 已經清洗了幾百萬官員 從頂級的老虎到低級官員 但今日不同的是 現在中標的官員不是敵對派別的成員 而是習近平自己集團內的忠誠者 這樣導致了對習近平政權穩定的嚴重質疑 報導還說 習近平正在清除他認為的敵人 中共軍隊的幾百名高級軍官 以及幾千名黨的高級官員 已經被逮捕、失蹤或被自殺 其中一位就是黨魁習近平的親信 中共外交部前發言人秦剛 報導披露 因為受到習近平的侵蕾 秦剛迅速被提拔任命為外交部長 今年6月25日 秦剛在北京會見了斯里蘭卡和越南外交部長 以及俄羅斯副外長安德烈魯登科 然後就消失 據幾位能接觸到中共高層官員的人士透露 魯登科是北京的真正任務 在向習近平報告一個信息 就是他的外交部長 也就是秦剛和中共火箭軍的幾位高級軍官 已經將中國核機密情報賣給西方情報機構 其中兩個知情人士說 秦剛7月下旬死於北京軍區醫院 這間醫院為中共最高領導人提供治療 秦剛一是死於自殺 一是死於酷刑 報導中還提到 之後中國網絡上出現鳳凰衛視記者傅曉田和秦剛發生婚愛情 並有一個美國兒子的消息 並說傅曉田就讀於英國情報機構的傳統招聘地劍橋大學 他在劍橋的母校 尤吉爾學院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個花園 非常罕見 據報導 花費最少要25萬英鎊 這對大多數記者來說是一筆巨大資金 這似乎暗示了傅曉田的背景不一般 據幾位可以接觸高級官員的人說 秦剛突然失蹤的真正原因 是捲入了一場更嚴重的醜聞 涉及中共國防部長和指揮中國核武器計劃的火箭部隊的將軍 據官方媒體報導 火箭軍的其他幾名高級軍官 和前軍官同樣被拘留 最少有一名前副指揮官死於不明疾病 在火箭部隊清洗後不久 中國國防部長李尚鋒也消失 他在10月下旬宣布正式解僱 在7月秦剛正式免職前的一天 中共的一家媒體有一條消息值得關注 自2015年以來保護習近平的私人保鏢中對指揮官 黃紹軍三個月前離奇去世 報導提到 鑑於中國制度的不透明 不可能明確確認這些說法 中共政府也不會對共產黨的內部運作發表評論 而西方高級情報官員拒絕評論或討論此事 台灣臨近大選 中共已經開啟對台灣全方位的介入 而美國正在非同尋常感 在印太地區做軍力部署 12月6日最新消息 瑞典和美國首次簽署了國防合作協議 允許美軍部署瑞典 除此之外 12月6日台灣相隔31年 再在加拿大設辦事處 請聽報導 五角大樓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 拉特納 表示 今年對於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力部署而言 是過去十年來最具變革性的一年 拉特納表示 儘管發生俄乌戰爭、以下戰爭、 洪海恐怖襲擊等事件 但是國防部仍然重點放棄中共 對美國步步緊迫的挑戰 拉特納 表示 美國的印太防禦戰略 在這一年有了不尋常的轉變 雖然軍事部署的進展可能是最直覺 過去一年奧斯汀在印太實施戰略方面 取得的重大進展 2022年12月 美奧會談引領了2023年1月 在澳洲北部啟動的重大新軍事部署舉措 美國加強與日本軍事合作 宣布對駐日美軍態勢進行重大調整 其中包括在沖繩設立海軍陸戰隊 那是海軍陸戰隊最先進的作戰編隊 還有其他一些調整 令到美國在日本的部署更具彈性、機動性 更分散和更具殺傷力 今年2月 奧斯汀前往馬尼拉 就另外4個增強防務合作協議的地點進行了談判 擴大了美軍和菲律賓夥伴合作的戰略機會 今年5月和6月 奧斯汀訪問印太地區 會見了很多盟友和合作夥伴 和這些合作夥伴討論了美國對該地區的想法 另外最新消息 奧斯汀12月5日 在五角大樓和瑞典國防大臣強森舉行會談 雙方承諾在極具挑戰的國際局勢中擴展夥伴關係 並簽署了有史以來第一份美國和瑞典的國防合作協議 允許美軍部署在瑞典 這份協議將令美國和瑞典擴展緊密的安全夥伴關係 增強跨大西洋地區的安全 而12月6日 奧斯汀在五角大樓和新加坡國防部長會談 商討印太局勢 而12月4日 加拿大灰北黑省滿地可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正式運作 這樣對中共是重磅一擊 拉特納表示 東南亞國家聯盟 印度、澳洲、日本、南韓、菲律賓 以及一些歐洲國家都認同美國的戰略 哈佛大學、賓夕法尼亞州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校長 12月5日被要求到美國國會接受質詢 因為這些院校的領導層在以下戰後 對校園內的反猶太事件缺乏反應 請看報導 據CNN的報導 委員會主席 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眾議員 福克斯 Virginia Fox 表示 聽證會的目的是討論自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以來 這些大學的管理人員為何基本上就手旁觀 任由喬人聽聞的言論、發酵和滋掌 紐約州共和黨眾議員斯特·凡尼克 問哈佛大學校長赫蓋伊·Claudeine Gay 哈佛大學是否對發表仇恨猶太人言論 並煽動暴力的學生做出了處分 蓋伊沒有正面回答這位哈佛校有的問題 只是說 我們有健全的紀律程序 可以令我們追究個人的責任 賓夕凡尼亞大學校長馬吉爾·Liz McGill則回應說 賓夕凡尼亞大學必須確保學校的學術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交流 但亦表示會迅速處理任何違反法律或政策的行為 馬省理工學院校長科恩·布魯斯·沙利康·布魯斯表示 有問題的言論需要用其他言論和教育來反擊 我們正在這樣做 海外評論人張平發帖文說 今天美國精英大學校長在反猶太主義問題上的立場 與上世紀30年代納粹德國的大學校長之間的區別是甚麼呢? 有網友回風 沒有區別 這些頂級大學沒有培養出未來的領導人 卻成為仇恨主義者的聚集地 還有網友說 醉牛學校的校長連最基礎的 我反對你的觀點 但捍衛你的說話的權利這種事都做不到 只能教出政治的利己主義者 因為政治正確就是維護自己的權益不能受損 而不顧事實 更不管實際受害者的利益 這是純粹的價值觀問題 目前這些大學的不少捐贈者已經停止了對他們的資助 以色列億萬富翁伊丹奧芬、埃登奧芬和妻子 宣布退出哈佛大學甘賴迪學院執行委員會 並停止資助哈佛 還有對哈佛捐贈了超過4200萬美元的零售業億萬富翁 韋克斯納、Leslie Wagner夫婦 也退出資助哈佛 風險投資家大衛馬格曼和前美國諸華大師洪博培等人 也都宣布停止向賓夕凡尼亞大學資助 12月6日共和黨將舉行第四次總統初選辯論 除了川普將再次跳過伊倫辯論之外 只剩下4位參選人有資格參加 而拜登可能下星期會面臨彈劾 川普認為民主黨提名人有可能是加州州長劉森 請得報導 目前只有4位參選人獲得參加辯論的資格 分別是佛州州長德桑蒂斯 前美國諸聯合國大使凱利 企業家拉馬斯·雅米 和前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蒂 12月5日北達科他州州長白古武已經宣布 退出共和黨內的總統初選 外界認為隨著1月15日 愛河華州黨團會議的臨近不出意外 川普獲得提名的大趨勢已定 而拜登也幾乎無挑戰地將被民主黨提名 但是他目前面臨最大的問題 就是共和黨對他的彈劾調查 眾議院最快在這星期將投票決定 是否正式啟動對拜登的彈劾調查 眾議院以蔣約漢信表示 正式的彈劾調查 將令我們能夠採取下一步必要的步驟 我相信這是我們此時此刻必須做的事情 白宮表示 發起彈劾調查毫無根據 是出於政治動機 但資深媒體人方偉曾分析 共和黨的彈劾調查是傾向於保守 而且應該是有憑有據 拜登在12月5日在麻省的一場競選籌款會上表示 如果川普不打算重返白宮 他可能亦不會競選連任 最近幾項民調顯示 如果202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由拜登對決川普 拜登可能失利 部分原因是選民擔憂拜登的年齡 另外有很多選民認為 在川普的領導下 美國經濟可能會更好 川普的勢頭也令民主黨人擔心 民主黨人聲稱 美國將因川普回歸白宮 而陷入獨裁險境 但川普在12月5日 在霍氏新聞的《市政廳》節目中表示 他如果再度榮登大位 不會變成獨裁者 除了第一日 為什麼是一日呢? 川普也解釋說 第一日上臺之後 他會馬上利用總統權限 關閉美麥邊境 擴大石油專探 他說 除此之外 我不會是個獨裁者 台灣行政院近日公布 2022年疫情期間 出現貧富差距擴大的數據 中共官媒央視 本來是想要批評民進黨政府 就報導這個消息 但是沒有想到反而濃巧反絕 引起中國網友的嘲諷 這一次大陸人都知道台灣窮人 到底有幾乎有了 陳特報導 綜合大紀元等多家媒體報導 台灣行政院主計總署 近日公布了2022年工業及服務業僱員 全年總薪金中位數 顯示最高新10% 和最低新10%的資金差距 擴大到4.12倍 而中共央視報導了這個消息 並提到台灣 有408萬名低新族的月薪 不到9,770元人民幣 批評民進黨政府不作為 只會吹捧高科技產業 卻沒有提貧富差距擴大 這樣引發大陸網友的熱議 有網友評論說 4.2倍算什麼 我們這邊小幹部退休 就10倍起步 那只是知道的 所以根本就不能財產公開 否則大眾看到數據 必定要犯 還有網友說 央視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 新聞越來越無底線 這樣的宣傳只能令人愚蠢 李克強不是說 我們6億人人均不足1,000元人民幣嗎? 最高抵新標準的上海 也只是2,590元人民幣 台灣最低工資標準 卻折合人民幣9,000多元 台灣20年前 就已經是全球最發達地區之一 還有網友說 央視新聞如果不說 我還真是不知道 月收入1,000的6億人 要去解放最低月收入9,400萬人 於水火之中 那不是流民就是土匪 其實 中共國家統計局 今年1月公布的數據顯示 中國全國平均年薪是3萬6,883元 換算成月薪大約是3,074元 另外 根據中國國際金融公司數據 將中國民眾收入分為11個等級 月收入5,000元人民幣以下 共有13億2,800萬人 佔總人口的94.87% 而瑞銀集團子公司瑞信的報告顯示 目前中國最富裕的1%人口 掌握著全國超過31%的財富 12月5日 台灣選務部門向大眾公告 6位政府台灣總統參選人財產申報資料 詳細到包括房產、汽車、股票、珠寶、保單還有債務 不知道中共的官員是否敢公布他們的財產呢? 請觀眾朋友分享你們的看法 請再看 請再等待 請再看 請支持 請